開始吧 好 開始 在那雙螢幕版本上面我們除了智慧美人之外 我們還新增一個叫智慧美人的功能 那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的做幾個快速的動作 比如說你可以馬上做全身媒體的美人部分 你可以直接去做一個修場動作 或者說直接的針對頭部的部分去做一個調整 然後或者是肩部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做瘦腰、長腿 或者是瘦腿跟眉腿 那當然你設定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套用在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你在拍照或者說在錄影的時候 連同錄影的畫面的時候 它也會直接套用在裡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錄影的話 我要先到拍照模式去設定好然後再來錄影 或者說你在錄影的當下你可以開啟 像我開啟這個智慧美人的部分 它也會幫我們把晉態的設定的參數 直接套用在這個地方 那它會針對人嗎 對,針對人的部分 那假設今天可能 非人的話就沒辦法 但是公開的話可以 我的意思是說 另外一個人入鏡了 它會套用它的設定嗎 會 對,另外一個不會 只要是人的部分 應該這麼說 它可以 只要是入鏡裡面 比如說是兩個或三個 它一樣都會有支援到那個智慧媒體 或智慧媒體的部分 它就沒有辦法像3D建模那樣 每一次套用 對,3D建模 3D臉部建模 3D臉部建模 它使用NB之後呢 它也是會直接套用在智慧臉型裡面 就是預設指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現在切換靜態 或者是錄影動態部分 當我們開啟那個美顏這個功能之後 它也會把我們設定好的 參數值套用在這個地方 對,那至於就是裡面的影像 不限定於單一人物 好,你有那個 第二個人或第三個人進去 它一樣會把這些美顏的參數值 套用在路徑的那個對象裡面 那我如果說 比如說三個人一起入鏡 我可以只修一個人嗎 它會三個人一起美顏 三個一起 對對對 公平喔,對 對對對 但在拍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是正面 正面的話那個效果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設定的指的部分 對,就像這個正面這個地方 然後就會比較完整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選擇關閉 然後關閉跟開啟 就會有一些落差 對,那當然環境光源也會有一些影像 好 然後我想再請你幫我demo一下這個美顏 喔,不,媒體 媒體 媒體 然後 每一個都拉拉看 好 嗯,你自己在剪就好了嗎 對,我自己在剪就好了 因為剛才講的時候 它比較沒有畫面可以看 我先把全部都調整一個 因為這邊 有一個是可以 就是一鍵恢復這樣 假收證調整之後 你可以按這個 喔 你可以看到 調整前跟調整後 OK 包含那個美顏也一樣 你可以 調整 我先把全部都拉到極致 嗯 然後再透過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部分 然後你可以去 去看一下那個 它調整的畫像 嗯 嗯 好,這個地方我們一樣可以 會時候去查看 好 再你注意看臉的部分 因為這個距離比較遠 如果說距離近一點的話 就會看得更明顯 嗯嗯嗯嗯 有有有,差很多 OK OK OK